今天是今年第一次觀察到抹象精 那我們今天觀察到兩隻 不過第一隻我們在靠近之前 牠就下沉了 所以我們觀察比較久的是第二隻 對那第二隻 依照牠的體長來看 應該已經是成體了 對那牠在水上休息了一小段時間 那我們有觀察到牠噴氣 換氣非常多次 對那是因為抹象精屬於大型精嘛 那牠的體長跟牠噴氣的 噴氣的這個噴氣柱 跟旁邊有一些小水花 在水面上會非常非常明顯 的確從疫情發展到現在 其實人數其實跟往年的比起來 其實真的是一落千丈 下滑得非常非常嚴重 那不過還好 現在都是屬於佳麟的好消息 所以最近的確開始有一些電話 有一些電話打進來 可是在大部分的定位的電話 大部分都是定在七八月的時候 主要還是以關心為主 還沒有真正的下單